前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黨代會上 受到家鄉民眾的歡迎 美國已經準備好開啟新篇章 美國已準備好講述更好的故事 我們已經準備好迎接哈里斯總統了 奧巴馬把哈里斯與他的共和黨對手 前總統特朗普直接進行了比較 哈里斯不會專注於她的問題 哈里斯不會專注於她的問題 她會專注於你的問題 作為總統她不會緊緊迎合自己的支持者 並懲罰那些拒絕低頭或屈膝的人 她將代表每個美國人而工作 這就是卡瑪拉 奧巴馬是由她的妻子米歇爾介紹上講台的 米歇爾說哈里斯競選時間的縮短 應該會鼓勵民主黨人更加努力地幫助她獲得選舉成功 我們不能沉溺於這個國家是否會選出像卡瑪拉這樣的人的焦慮之中 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讓像卡瑪拉這樣的人當選 儘管民主黨本月早些時候已經正式確定了提名程序 但各州的提名儀式顯示了民主黨人對其新提名人哈里斯的熱情 哈里斯在威斯康辛州米歐沃基的集會上遠程感謝代表們 哈里斯的丈夫也在大會上發言她稱她的妻子是一位快樂的戰士 她的領導理念是無論我們來自哪裡無論我們長什麼樣 當我們為我們的信仰而戰而不僅僅是對抗我們的恐懼時 我們就是最強大的 大會第二天晚上還有前特朗普政府官員和支持哈里斯的共和黨官員 特朗普做出了很多遠大的承諾 無限的經濟增長 美國製造業的重生 安全的邊境 但事實證明 特朗普只是說說而已 星期三 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 將在芝加哥向代表們發表講話 正式接受該黨副總統候選人提名 美國之音記者吉普森 芝加哥報導 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 明尼蘇達州長蒂姆·沃爾茲 明尼蘇達州長蒂姆·沃爾茲